我們來看看第二件 天球瓶 好 是 天球瓶 對 一看到天球瓶 你就會想到 它是明後代 到清才有的東西 它代表一個天原地方的感覺 那它完全是一個觀賞用的東西 那尤其到宋以後 很多的花器出現 像這些花器就越來越豐富 後來就會變成說 像這一類的花器 就是天球瓶 度大能容 然後還可以擦花 這個在古畫上面 有很多天球瓶的描述 比如說風景 或者是在人物上面 桌子上就有一個天球瓶 這個天球瓶一樣 它也是鬥彩 而且您這個彩 非常非常的豐富 一般來講 豆彩或者是甜彩 一般都是三種到四種彩 您這個可能到十種了 有耶 這個彩色到十種了 有一點金色的 是 你看這個龍蚊 對 而且這個龍蚊 這個龍 這個栩栩如生 栩栩如生 你比如說 這個五爪龍蚊 你看五爪的 這個都是 這個基本上 這個都是 黃家御用 這個五爪的 那個我們一般來講說 有一種是龍 一種是蟎 這怎麼分別呢 蟎的話就是三爪 那龍就是五爪 所以你看那個清朝的王爺 他也是有這個龍蚊 盤龍 正面是盤龍 但是你給他看 他是三爪 所以應該就是蟎 但不能說龍了 龍只能有一位 黃帝 那個自稱為正的那一位人 是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 必須要了解的 好 你看 這個整體的這個上 右 上得非常的漂亮 這是一個極漂亮的藝術品 光是做這個就不容易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胎 它要把它銜接起來 然後把它燒成 這個這麼完美 它的這個良率都不高 良率不高 不是這邊缺了 就是那邊破了 要不然就是歪掉了 你看這個 非常的整齊的一個瓶口 那這個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知道劉大哥 我們這一件是比較近期買的 對不對 是這裡兩年才買的 而且價錢很貴 比起前一件 這個也是跟藏家 專家買的 跟前面同一個嗎 不一樣 不一樣 這一件要多少錢 你說說 三十萬 三十萬 因為你的判斷 覺得它應該是官藥 因為它不像名藥 怎麼說 化工很細膩 第一個化工細膩 還有呢 化的徐徐如生 還有呢 除了化封之外 你怎麼判斷 我覺得我看它也是礦物材 覺得是礦物材 沒關係 待會 陳老闆會告訴你 礦物材是不是 有沒有倒帶 如果倒帶的話 它應該是 清 在後面寫清庸症 清庸症的時期的物件 這樣子 好 我讓小白 看一下 來 廖老師 這個 你應該要送到歐洲去拍 為什麼 去年發生了一支 天球瓶 估計牌價三萬歐元 大家都覺得說 就這樣而已嘛 對不對 所以就三萬歐元啊 結果呢 多少錢落垂你知道嗎 差那麼多 六百五十萬 所以這一個 所以是天球瓶就長這個樣子喔 天球瓶 就跟你的形式一模一樣 是... 然後呢 這個龍也是栩栩如生 對 五爪金龍 對 是 對不對 就青色跟紅色 是 就這兩個顏色而已 但是呢 它下面的這個 這個印 這個印 大清前隆 大清前隆 這個龍 這樣 十個華人在競標 三萬塊起拍耶 那個一看 喊到這麼多杯 你也一看 應該是工藝品吧 對啊 對不對 三萬塊起拍 對 六百五十萬成交 歐元 是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我們 你一看 這個所有的字體的 濃墨的地方 跟這個淡墨的地方 這個非常非常明顯 它是 先有餡 再把它塗滿 好 這個 如果你再把它放掉 你看 這個先有餡 再把它塗滿的 這個 這個你就要了解了 所以它字寫的 它字寫得很好 可是它這個字怎麼寫的呢 就是它把那個正版的 照下來以後 然後它把它描上去 描上去再拿這個 定藍的這個彩 把它描上去 所以它才會有邊 那如果我們寫毛筆 其實它不會是個情形 所以我們就直接 就一筆寫完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重點 來 我們再來看 別的地方 好 這麼多蛛絲馬雞 可以追究 另外就是 在這個 整個的上彩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上彩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 它上彩的部分 也是用雙鉤填彩 雙鉤填彩 那用這個方式 用這個方式來做的 我在想 它都不是什麼 都不是說是這個 燒完以後再勾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要特別跟你 你看 這個 這個是先 這個是 這個青花是先描上去的 對 有下彩 這個彩是在上面的 然後它是把這個部分塗滿 對 塗滿在上 塗滿 但是它有邊線 對不對 對 有邊線 它有邊線 那這個都是 近代人在做的 一般來講是留白 然後上釉 上釉釉 不會雙鉤 不會雙鉤 雙鉤 為什麼不會雙鉤 你要知道 我們在學畫的時候 如果老師給你雙鉤 就是說你這個字這樣 然後把它填滿就好了 所以那個字就很標準 可是問題就沒氣勢 對 這個必須要 必須要這麼說 好的 這個是雙 這個天球瓶 非常漂亮的天球瓶 這個天球瓶 不管說是現代 或者是以前 都是屬於 這個藝術瓶 是 藝術品 非常難燒製的 非常難燒製 那我們來評估一下 好不好 一國價三十萬入手 到底現在價值多少 請建價 十五萬元 買多少錢 三十 三十 是 賺一點錢 合情合理 沒關係啦 賺一點錢 合情合理 你買一個喜歡 它還是一個很漂亮的藝術品 對不對 是的 買一個喜歡很重要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要燒得這麼中規中矩 對 很難 越來越少 為什麼呢 因為 你不管說是勾勒 或者是上色 或者是上幼 工錢貴 要上到這麼均勻 這就有點難 這個不是燒石磚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味師 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 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 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